《中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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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了中南美洲 這半年以後 你就回台灣服兵役 剛好你朋友 又在美國舊金山成立網路公司 那個時候賣的是 跟Apple相關的 又找你去幫忙 那個公司後來被Apple給併購了 所以你的朋友是不是 兩個口袋就裝滿了 Apple給他的兵購的錢 Apple的股票 但是我都沒有 我那個時候就是 算是我大學的室友吧 我大學跟一個外國人住在一起 他是來台灣的交換學生 我跟他有一個蠻好的友誼 那我要從大學 當兵退伍的時候 他就問我說 要不要來舊金山跟他一起創業 然後那時候我也其實不太知道 什麼是創業 或是什麼是 所謂的網路startup 那我就說好吧 那我就當作去旅遊 我就去了這樣 然後去了之後才發現 哇 我真的什麼都不懂 什麼都不會 所以自己 自己就學怎麼寫code 然後自己怎麼說 架這些網站 那時候我們做的 就是把 那個Mac的desktop的software 把它bundle 然後 來賣這樣子 然後我們做一個競標的模式 對24小時 然後把一些產品都在一起 然後就變成是一種 新型態的賣軟體的方法 其實這個概念是我在想 台灣光華商場的那個大補貼 就是我們長大都會去買那個光碟 燒大補貼 對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說 那我們可以來做這個 那只是說我們不是賣光碟 我們是在網路上封包一個package 然後就賣給 發出鐵槽 對打包 對對對 所以那個其實這個有點像是台灣的創意 然後但是我們把它變到 細谷去這樣子 對 然後那時候剛好就是賈博斯2007年 要發表第一支iPhone手機的時候 他後來就是去建那個App Store 那App Store的原型 其實就是像我們這些小型的 這個叫做Community Store 這個把它給聚集起來的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就跟全世界6000多個Developer 一起在開發這些產品 對對對 那等於是我們把公司賣給Apple之後 他們就是有這些資料這樣子 對對對 了解了解 那個你說你把公司賣給那個Apple賈博斯 那個時候開始正要弄 對 iPhone第一版 第一支 那個App Store對不對 對對對 如果有看過賈博斯傳的朋友 可能記得 賈博斯原來是非常反對App Store 因為他覺得說我Apple上面的軟體 就是我Apple自己弄的 怎麼可以開放給別人 說阿媽阿狗要上來寫軟體呢 但是他旁邊的幕僚就勸他 那賈博斯這個人有一個優點就是 就是這個好的意見很明顯 他後來從反對App Store 到支持App Store 然後做出App Store來 現在大家已經看到說 App Store帶動的這個創業機會 跟生態量有多麼龐大 沒錯沒錯 所以這個賈博斯那個時候才要開始說 而且你們那個公司等於是 這個裡面的一個什麼 算是一個催化劑了 對啊小小的觸媒啊 對可以這樣說 真的非常刺激啊 對 真的非常刺激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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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